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11月3号。 今天我们来谈两个军事议题。 中国大陆的海上武力,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。 前几天,中国歼35隐形舰载机首次飞行。 同时,又有歼20双座隐形战斗机的出现。 还不仅仅是如此,中国舰载预警机空警600,也出现了。 另外,10月下旬,美日印澳四方联盟,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。 这几年,美国,日本,印度,澳大利亚,都会在10月的时候,举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。 不过,今年又多了一项,紧接着美国,英国与日本,三个国家的航母,在印度洋孟加拉湾,举行了海上军演。 这一次凸显的是,三个国家的航空母舰变队。 美国方面是卡尔文神号航空母舰,英国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。 日本则是加赫号直升机航母,号称是准航母。 之前呢,美英日的航母,也在西太平洋举行过军事演习。 这一次,美英日把航母拉到印度洋来,拉高了美日印澳四方联盟军事演习的层次。 从这里可以看到,在印太范围内,中国与美国为首的美日印澳,加上英国的海上军事对峙,就更加明显了。 那么,到底是,中国的海上武力,力压美日印澳英这五个国家呢? 还是说,美国方面的联盟,成功围堵了,压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呢? 这对亚太与印太,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 我们先说美国这方面,美英澳这一次在孟加拉湾的军事演习。 其实,目的就是要把航母拉进来,好提升四方联盟的武力层次。 说穿了,就是把阵容给摆出来,向中国宣示,向全球宣示。 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威吓力量,不管是西太平洋,印度洋,都有美国海上联军的影子。 并且,这是航空母舰连队。 不过,看起来还是单薄了一些。 虽然说,这是美,英,澳,三国的航母编队,但在实质上,不论是在西太平洋,南海,或者是印度洋,都是原班人马。 尤其是英国那一边,晃来晃去,还都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。 诺大的印太海洋,要靠这几艘的航空母舰来撑场面。 如果说是围堵,还不如说是白白样子。 硬是要把美国的印太战略,给撑起来。 最终,还是得要靠美国的。 要靠美国那11艘的航空母舰,那才是真正的实力所在。 不过,美国这一边,特色是,不在于这三艘的航空母舰,而是航空母舰上面的F35隐形战机。 一个月前,日本把加赫号直升机航母改装完毕,把原来搭载10余架的直升机航母改装成,可以搭载美国F35B隐形战机。 这就让加赫号摇身一变,从之前的准航母,变成了真正的轻型航空母舰。 因为美国的F35B,是可以短距离起飞,垂直起降的。 舰载隐形战斗机。 由于美军F35B的问世,获利最大的是日本。 加赫号已经不是之前的直升机航母了,而是真正正正的轻型航空母舰。 除了加赫号之外,日本还有初营号,也在改装。 改装之后的,这两艘轻型航空母舰,可以搭载12架的F35B。 虽然12架不是很多,但比起之前的只能够搭载直升机,战斗力上还是有猛然的提升。 日本的设想是,有了几艘轻型航空母舰,日本将可以在东海,以及钓鱼岛海域,有效地压制中国。 至少可以对中国形成威吓的力量。 所以说,F35B帮了日本的大忙,完成日本的航空母舰梦。 眼看着,日本拥有了轻型航空母舰,韩国坐不住了。 对韩国来说,日本这个强龄,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 我们撇开,韩国被日本殖民不说。 一直到现在,日本仍然跟韩国在争夺独岛的主权。 至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,大致上是搭载18架的F35B,比日本的轻型航母要多一些。 但也就是这样了,真正的战斗力还是美国的航母。 许多人担心的是,如果美英日的航母,或者是美日印澳英的海上武力,封锁马六甲海峡。 中国不是会变得很糟糕,很被动吗? 尤其是这一次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,就有这样的味道在里头。 今年7月的时候,日本文部科学省,发布了最新的教学大纲。 日本再次主张对独岛的主权。 受到了日本的刺激。 韩国的海军也开始建造3-4万吨的两栖攻击舰。 也能够搭载F35B。 日韩的军备竞赛正在开展。 但是,北京怎么能够做事,周遭的国家,一个个的拥有这样的航空母舰。 而且,还是具备隐形战斗能力的F35B的航空母舰呢? 即便是轻型航母,对中国也是一个威胁。 当然,北京并没有让美英日的航母,要舞扬威很久。 10月29号,中国新型隐形战斗机歼35, 进行了首次的飞行。 并且还试飞了空警600舰载预警机。 再加上之前的坚数D舰载电子战机。 整个中国的舰载航空武力,就齐全了。 那么,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呢? 这表示,中国将正式步入航母的时代。 这会是仅次于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量。 我们说的仅次于美国,这是在未来5到10年之内。 10年之后,那就很难讲了。 也许是并驾齐驱。 根据我们搜集的资料,歼35的设计是可以进行弹射起飞的。 这也预示了中国003型航空母舰,或者是在下一个型号的航空母舰,将会采用弹射起飞方式,和电磁弹射器的航母。 我们曾经提过,中国在军事武器上的增量与存量的说法。 从尖山鼠的试飞,与空警600预警机的试飞。 我们可以看到,中国在军事武器上的增量势头,并没有停下来。 还在猛力的往前迈进。 一说到增量方面,还不仅仅如此。 前几天,一些军事社交媒体上,出现了中国研制的双座隐身战斗机。 有照片,有视频,在推特上也出现了。 这将是歼20的衍生版本,并且是世界上第一架。 目前,全球范围内,服役架持最多的是美军的隐形战斗机。 非美国莫属。但是,美国的F-22与F-35系列隐形战斗机,仍然是单座的战机。 单座战机与双座的战机,有什么不同呢?哪一个好呢? 有关这一点,一直是很大的争论。 尤其是全球军事武器的发展,都是以美国为前岛,以美国马索施战。 二次大战之后,美国几乎引领了全球的军事武器的发展概念。 但是,美国并没有双座的隐形战机。 美国的F-35隐形战斗机,在项目研制的时候,也有双座型的想法。 最后还是取消了。 1940年代,低价的喷气式飞机问世以来。 几乎所有的战斗机,都有主要用于训练的双座改型。 美国没有继续进行F-35双座型号的研发。 可能有三个理由。 第一个理由,美国可能认为,依照F-35的设计。 航电设备已经非常先进了。 不需要后座飞行员,就能够完成所需要的战斗任务。 第二个理由,价格太昂贵了。 拿这么昂贵的隐形教练机,来培训新的飞行员? 划不来。 就算是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,预计要建造了隐形战机数量。 也比不上之前的战斗机主力F-16的系列。 第三个理由。 当美国进行F-35研发的时候,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, 研发出隐形战机。 美国可能认为,没有敌手。 因此,也不需要那么费势费劲。 那么,双座的好处是什么? 就算是现代航电设备非常先进。 但是,人的精力,与注意力,还是有限的。 现代军事武器的信息量,又非常多。 尤其是在军舰,战机这些武器的平台。 一个人是照顾不过来的。 特别是在战斗飞行任务的时候,哪里有可能顾得上这么多的信息呢? 这时候,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读取,来操作这些数据,或者是信息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好处。 多一个人可以执行更多的任务。 比如说,如果这架隐形战机,在执行任务的时候,带着一批无人机呢? 在这时候,这架隐形战机,就变成了飞行控制平台。 变成了指挥的母机。 可以指挥这一群的无人机,共同执行任务。 或者我们说,变成了指挥母舰。 作战能力就迅速地扩大。 这就在更大的程度上,发挥了隐形战机的作用。 这么昂贵的隐形战机,如此先进的隐形战机,当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不过,这样的双座隐形战机,作战概念,却意外地,让中国给先研发了。 这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? 当然,中国是否确切地研发,我们还需要日后的验证。 第一,中国在先进的武器的设计与研发上,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。 不再是跟着美国的军事武器发展概念。 中国跟随着美国的军事武器发展,已经有几十年了。 其实,这也难怪。 因为美国的军事科技进步,一直是军事武器的先驱者。 也是许多作战概念的开发者。 而中国的军事科技落后,中国跟着美国跑,这并不意外。 但是,一旦中国的军事科技跟上来了,前面就没有引领的人,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,必然得要走自己的路。 第二,先进武器的发展,要配合作战概念的开发。 要有作战概念的引领,然后进行武器的设计与研发。 再过去,很多人都遵从老美的军事科技,以及老美对未来作战的研究设计。 说实在的,老美对这方面,的确是有独到之处。 也确实是世界的领先者。 但,这并不表示,中国在这方面不行。 同时,这也涉及了,对于更广泛的科技发展,中国是不是有创新的能力。 有关这一点,也是这几年来,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争论的地方。 有人就是认为,中国这样的儒家文化,缺乏科学发展的基因。 必须像是西方这样的文化,才能够有科学的创造。 有关这一点,杨凤过去,还遇到这样的经验。 当时正好是2018年,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。 那时候,有些人还追溯到希腊文化。 认为说,中国缺乏希腊文化那样的元素,因此在科技的发展上,终究是比不上西方国家。 也因此,这些人认为,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上,不看好处。 今天,我们在这方面谈论。 杨凤只是想要指出来,这两百多年来,中国在科技上的确是落后了。 所以,这几十年来,中国一直在后面,苦苦追赶。 到了今天,大事上也追上来了。差距不是那么大。 至于一些人说的,中国缺乏创造力。 这是言之过早。 尤其是,这些人当中,有许多的比例是华人。 我们回到军事科技上来。 中国并不缺乏战法。 孙子兵法,是来自于中国的智慧。 这就是创造性,是军事作战的概念。 第三,中国军事科技赶上来之后。 又加上,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作战概念,与战争的设计。 而能够支持中国,达到今天的地步,是中国的经济增长。 是中国的经济规模。 在这方面,对美国是一个启示。 启示什么呢? 我们就以美国最引以为傲的F22隐形战机来说好了。 美国一直认为,F22是领先全球50年的利器。 50年,老美认为领先的幅度是50年,不是20到30年。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,30年来,美军所追求的,是在军事科技上,领先竞争对手至少一个世代的技术。 在隐形战机方面,也是如此。 导弹防御系统,是如此。 在太空科技上,也是如此。 但是,在这三项所谓的代查技术,被打破了,或者是正在被打破。 美国想要在军事科技上,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,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。 10月29号,中国歼山主与空警600,这两款的舰载机试飞之后,有另外一个消息。 美国海军,也在同一天,发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的,隐身舰载机的发展计划。 预计在2030年,也就是9年之后,作为新一代的舰载机。 美国为什么这么急呢? 急着向世人宣告,美国下一代的隐形舰载机。 美国就是怕外界担心,认为美国的军事科技,再也无法领先全球了。 美国的压力很大,为了要维持领先对手的技术代差。 美国现在是卯足了权力。 也许美军需要接受的。 美国无法在每一个项目上,都领先对手。 我们就以超高音速导弹来说吧。 美国已经落后给中国与俄罗斯。 杨风在过去,引用了一个比喻。 在竞争对手,慢慢地成长之后。 磨进前面那位王后,正显得越来越焦虑。 或许,美国真的要让自己休息一下,放轻松一下。 这几年,美国的压力也蛮大的。 对吧? 在经济上,美国担心被中国追赶。 因此,美国在2018年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。 在科技上,美国的5G通讯技术,落后给中国。 所以,美国在2019年5月,对华为芯片禁运,打击华为。 然后是,拜登上任之后,为了要在经济规模上,对中国保持领先。 拜登又持续不断地印钞票,量化宽松。 非得要领先中国不可。 美国这几年,实在是太辛苦了。 美国既然能够与病毒共存。 为什么不考虑,也跟竞争对手共存呢? 回到中国的,军事增量与存量。 到目前为止,海上的海空武力,是中国落后给美国最多的地方。 光是一个航空母舰,中国还在追赶中,差距还是很大。 但是,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,科技的进步,差距是越来越小了。 而且,中国在增量方面,还在迅速提升当中。 一个可惜的现象是,中国并没有不切实际的,盲目的追赶美国。 而是走自己的步伐。 几年前,中国第二款的隐形战机,FC-31,就已经亮相过了。 但是,北京并没有超市过急。 盲目的推出这一款隐形战机。 务实,这是中国追赶西方的最好的方式。 依照这几年,中国在军事科技,以及太空科技上,层出不穷的发展。 这个趋势,肯定会继续下去。 反观美国,这十年来。 在一些军事科技的发展上,不是停滞不前,就是路线错误。 新一代的F-35战机,延迟了好几年之后才推出。 滨海隐形战舰,服役之后才发觉,并不符合作战的需求。 最令人炫目的,朱姆沃特隐身驱逐舰,更是一大败比。 滨海隐形战舰,为什么失败呢? 还不是因为美国太过自信了。 认为说,全球范围内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,可以在海洋上,与美国一较高低。 所以,就设计了这样的近海作战潜艇,完全忽视对手的能力。 朱姆沃特隐身驱逐舰的失败,也是因为美国军方太过自信。 把几个最先进的军事科技,同时放进了新一代的设计中。 最隐身的设计,全电驱动,电磁炮,和激光武器等,统统一次放进了设计里头。 重点,不是在于这些项目的失败,而是一旦失败了,错误了。 会耽搁好几年的发展。 这就让中国多了追赶的机会,也节省了一些追赶的时间。 作为一个后来的追赶者,中国的确是小心翼翼,避免犯错。 今年3月18日,中国与美国在阿拉斯加州,举行高层战略对话。 在对话的当中,双方的火药味很浓。 记得那时候,美国国卿布林肯,在与中国激烈辩论的时候,很自豪地说。 美国国内,内部的确面临着一些问题。 但是,美国有纠错的机制。 那么,美国与中国激烈竞争,又当如何呢? 美国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方式,与中国竞争呢? 还是继续地言必称中国,继续下去? 忘了什么是纠错的机制呢? 有关这方面,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视频。 昨天的视频,叫好不叫做。 我们谈论了西方在气候问题上,大战略。 我们也说,碳排放,对中国最终的影响,到底是正面的积极作用呢? 还是负面的,会拖累中国的发展呢? 如果有时间,请大家参考那一期的节目,我们有不同的说法。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